真厚 哎呀嘛,吸烂吸烂的 哎呀,看,那个阿全是,去吧 嗯,好嘞 野猪瘋了,把地拱去 首先就看着苍果这样子,先来一口 我这样子太新鲜了,他怕有毒 大哥说废了 你看看哦,全开封了,这一片呢 这家伙,来个不开封的,先踩他 一大片,可浪费白瞎了 有的朋友私信说我,哎,我能给你上山采野菜吗 我都不能保证自身安全 我怎么保证你们安全,连你们采野菜了呀 哎呀,妈呀,这是啥玩意儿 啥玩意儿,不是,看这块就好 这个,看看这,哎呀,还有那么粗壮的呢 妈,这粗壮的,不得了的 哎呀哇,这个,大粗的 是不是,什么环子之类的啊 这大粗的,这里好像是洞 嗯,是,然后这 都是一朵一朵的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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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哎呀,这,看看啊,这个 哎呀呀呀,你别踩着我,哎,这个 然后前头 这家伙,你看 这还有这么点的呢,刚出来的 就说这气温低成什么样吧 往了羊坡地上啊,开风了 这一块,前头这,都是,这看这,哎呀 刚刚粗,这个啊,不错 这个 这一朵啊,全小不点 看看啊,这个绿色的是黄瓜香 看这紫杆的,这是猴腿啊,哎 这猴腿这一对真不错啊 但是这趟主要是黄瓜香满寨 我还一会再踩猴腿这 猴腿咱还有一片卧子,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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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上山呢,都上出经验里了 知道哪块铲啥,哪块铲啥 这屏幕呢 这家伙,大哥自己走没影子了 走了 回家了 这干喊没东西呢 我再声音,我射范里内了 你那东西都听不见,我这大嗓门的 哎呀,都看这个地啊 这个黑土地露出来了 这全都是让野猪给狗呢 你正常都是小草地 走吧,野猪在家,别给破坏它 走吧,大嫂 行了,够吃得了 高年,我们走了 把野猪给你留下了 那行 这是两山夹一沟啊 这家有水的地方嘛 那边就是原始森林 所以这边野猪非常非常多 上回回家之后 我们说是看着那个洞了 但是没看清是什么 棕色的 完了,我们邻居那个旁边那个大哥 他总是上山去打带着 因为这个林场还在护林嘛 他说这片野猪老多了 野猪还带小猪崽子 哎呀妈,他说千万得注意啊 真害怕呀 上山是你光清说 别人说,哎,看着野生动物了 配上猪了,配上猪了 配上猪了 哎,你只能是听人说说 你就没看着,你不觉得怎么的 但是你真的看着动物之后 你这心理落差是非常非常大的啊 这可不像平时了 所以这块山 我是坚决不再来了 人多行 就我和涛哥两个人 你说这猪来了 我俩咋整 大嫂说我来吃野猪肉 关键 大嫂我妹吃了她 她给我吃了咋整 我这也踩一筐了 有这一筐就能吃好几顿 吃不了的自己冻起来 留到冬天吃就够了 这个要是早个两三天来踩 那能踩老多了 看看就黄瓜香也是有两种的 看这种 它就是这种光杆的 上面几乎没有什么颜色 没有毛 你再看看这个 这个卷下来之后 上面直接就有一层像绒似的 这是两个品种啊 不太一样 但是 这种白的更嫩 这种黑的更壮 在这块看着一个没见过的东西 这个东西挺有意思啊 一根杆 然后直接上面带着几个叶 叶包着一个花 五个叶 五个叶包着一个花 这花是这种絮状的 这啥玩意儿啊 不太知道啊 这一小片都是这个东西 但长这么奇怪的东西 在东北应该都是药材 但是不认识 快踩啊 你看我就踩一包了 那踩吧 这家伙 可的一都是 哎 哈哈哈哈 踩一包 前面前面 整一包 快来吧 快走地 哈哈 哈哈哈哈 来从这里 蒸的 他可没有踩的 你这厉害大嫂 哈哈哈哈 那这啥玩意儿瞎走 这可不得让人家 长到一趟都走起 多好 一把一把 他吧 虽然是长得有点开了 但是他很嫩 一点都不老 一点都不老 很嫩 哎呀嘿看看 狂满了啊